欢迎收看本期未歌托狗秀 我有一个弟弟考上了大学 跟我说了几件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弟弟有一天刚走到教室门口 有一个妹妹从他后边就冲了过来 对着他又抱又亲 从嘴里喊着 哎呀我考试过了我考试过了 忽然这个女的就哭了 因为她认错人了 这位姑娘愣住了 我弟弟也愣住了 门口的姑娘的男朋友也愣住了 姑娘的男朋友长得非常魁梧 抓着我弟弟就想打 我这个弟弟很机智 闭上了眼睛 猛的就向姑娘的男朋友冲了过去 抱住了又亲又啃 嘴里喊着 我还给你我还给你 我还给你 你女朋友亲我的我都还你 好 还有一回 训射里的男生啊 因为表白惨遭备剧 依酒消愁啊 结果半瓶白酒后 哭爹喊娘啊 对着寝室里其他男生一顿好 你们知道我内心有多痛苦吗 然后他居然跪在地上求我们扇他的脸 说唯有身体疼痛才能压制住心痛 于是我弟弟太疼 几个人真的过去打 一顿暴打之后 那个醉酒的男生放生痛哭啊 你们这叫王八蛋呐 别打了 我只是说着玩啊 但是这个孩子头已经被打成猪头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弟弟啊 还有一个毛病 爱喝酒 有一年 喝完年 他把家里的一坛酒带到了学校 因为宿舍其他人反对 说酒味太重了 他就把这个酒放在门口的走廊了 第二天 他发现酒少了 于是啊 他就在这个酒坛子上 就贴了四个大字 不许偷酒 第三天酒又少了 他非常生气 贴上五个大字 偷酒者重罚 第四天酒还是被偷了 他肺都快气到 我就跟他说 你不会在酒桶上贴上 六桶俩字吗 看谁还能偷喝 他觉得很有道理 就照着办了 第五天 他就哭了 同满了 但我这个弟弟啊 是一个不能吃亏的主 第六天 他再次在酒桶上贴了 不许偷酒四个字 那一天之后 很多人都哭了 因为他们喝到了 一种和人体密切有关系的液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利哥脱口臭天天把你动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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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哥脱口臭天天把你动 懂你